哈喽,大家好,我是于夏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小白花 我们小白花的款式啊 首先呢,我用几百甲油胶 先薄薄的打了一遍底 这个几百甲油胶饱和度特别的高 所以说咱们不会涂的甲面特别臃肿 薄薄的一遍就特别的饱和 然后涂好以后照灯 中指和大拇指用到的是肉桂粉 就打了一遍啊 然后几百咱们再来一遍 它会更均匀,更好看 然后咱们涂好以后呢照灯 这个几百咱们照灯最少得一分钟啊 要不然的话它饱和度太高了 容易爆焦,48瓦一分钟就行 然后呢咱们再用这个几百甲油胶呢 给它画一个法式 这个法式我直接用刷子画了一遍 因为我要搭配其他东西 边缘略微有一点点不平 那个不规整也没关系啊 因为它饱和度太高 所以说我就画了一遍 然后呢我没有上加固 因为它没有不平整 我直接上了一个擦一封层 照灯擦掉浮胶 然后搭配了这个网红的小白花啊 这个小白花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 最近特别火 然后300克小花200克小钢珠 加起来是8块9一包 然后还给你们做全国包优的 然后最后呢咱们把这个 其他手指用那个高密度的薄金膏呢 咱们来给它勾一个 呃 反法式 咱们这个高密度的薄金膏 不管是画线条 还是呃 画法式 它都特别的亮 而且不流动 最后冰晶封层完成 然后咱们注意哦 小花 然后钢珠 又填缝 包边哦 记得双击哦 摸摸